Hallo, alle zusammen, herzlich willkommen zu unserem Deutschkurs. 还记得吗,上节课呢,我们通过一篇听力文章来学习了一下关于Krankenphysikuhung für die Studiehände in Deutschland, 特别是关于在德国的大学生的医疗保险,我们知道了大学生在德国可以在哪些医保公司为自己投保。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其实我们依然还是要来学习一些关于Krankenphysikuhung的一些进一步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节课我们会学习哪些内容呢。 第一点,我们会了解医保公司到底会为病人、为参保人提供哪些服务呢? 第二点,那么医保公司会为我们提供服务,那么病人自己又需要承担哪些费用呢? 也就是参保人自己需要支付哪些款项呢?这是第二方面。 最后呢,我们会处理一些比较细节的信息啊,我们会了解一下,关于在德国,在一些紧急情况下怎么去寻找急诊医生,去哪里找这些信息? 以及在德国,甚至在欧洲,急救电话的号码是多少?以及关于一些药房的一些具体的信息。 OK,这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要学习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看起来非常的复杂,但是不要着急,我们都会一点一点弄明白的。 今天呢,我们没有这个热身的小练习了,我们直接开门见山,先来学习一下词汇部分,Wordshats。 这节课词汇部分也比较多,因为文章篇幅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希望同学们在听词汇的部分可以认真地记好笔记,认真地听好。 第一个复合词,der Krankenhaus Aufenthalte,我们知道der Aufenthalte表示逗留,居留,在某个国家停留,在这边在医院里停留,表示住院,生病住院了。 Heiland,治疗第一分词作用词表示治疗的。 同样的一个第一分词,vorsorgend,预防性的。 来看一个短语,把这两个形容词都用进来。 Zum Beispiel,heilende und vorzorgende Maßnahmen,表示治疗的以及预防性的措施。 Next,短语, sich an etwas beteiligen。 这个短语大家都比较熟悉,表示参与,参加。 但是呢,我们在整篇文章当中会常常见到另外一个短语,注意借词稍微换一下用。 Zich mit etwas beteiligen。 文章当中呢,这个短语表达的是分摊什么费用。 举个例子,我们来看这样一句话。 Die Versicherten beteiligen sich mit einem Basisbetrag an den Kosten für Arzneien. 这句话表示,参保人自己要分摊一些药品的基础费用。 所以呢,这边分摊什么,我们看到,用 sich beteiligen mit einem Basisbetrag. 然后,什么的费用呢? 我们再用这个an,an den Kosten,原来是参与分摊一些什么什么费用。 Die Arzneien, die Arzneien,药品,药物。 Die Zutzahlung,表示额外费用。 不要忘了,这个单词我们上节课是学过的,出现很多遍的。 今天这节课里还会有。 Lediglich,只是仅仅一个小品词。 形容词,akute,跟英语非常的像,表示即兴的。 Zum Beispiel,即兴疼痛,我们可以说,akute schmerzen。 Beliebich,任何的,任意一个的。 Dunjü, sich an jemanden wenden. 向某人求助,求助于某人。 Zum Beispiel, könnten Sie mir einen hinweis geben,an wen ich mich wenden kann? Nin能否指点我一下? Nin能否告诉我,我可以找谁帮忙呢? 向谁求助呢? Siongzi, gemeinnützig。 有一个gemeinn,通常表示公共的。 同样,这个表示公共的。 Zum Beispiel, gemeinnützige Krankenhäuse. 公共医院,我们的医院分成很多种,公立的,公共的,或者私立的,等等。 Ude, eine gemeinnützige Organisation. 一个公益组织。 Zich behandeln lassen. 文章当中出现的。 Behandeln,我们知道是治疗,所以呢,加上一个反身,加上一个lassen,表示, 让人给自己治疗,通常是让医生给自己治疗,那么表示,看病。 Next,形容词,ambulant,表示门诊的。 相关的名词,文章当中也会出现一个单词, The ambulance. 我们看到这个单词跟英语的救护车, ambulance,长得非常像,对吧? 但是要注意在我们的文章当中, Ambulant指的是医院的门诊,门诊部。 所以这边呢, 并不是krankenwagen,不是急救车。 举个短语, 看一个例子, 我当当中出现的这个短语。 还记得吗,这个动词, aufsuchen,我们在哪个单元当中其实出现过了呢? 你还认识吗? 我们在第一单元学Essen的那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学过, das Café,das Restaurant,aufsuchen, 相当于besuchen, 去医院看病啦,去餐馆, 我们都可以用aufsuchen。 所以这个短语表示去医院的门诊, 相当于看病啦。 Next,一个短语, Jemanden in Skankenhaus and Waisen, 安排某人住院。 下面一个急顾动词, Alamieren, 这个单词也跟英语非常像啊, 所有加Ehen的都是外来词, 像什么发出警报, 像什么呼救。 Zum Beispiel, 我们遇到火灾啊, 或者遇到盗窃小偷啊, 我们要干嘛呢? 向消防队, 或者向警察报警。 那我们就可以说, Die Feuerwehr oder die Polizei Alarmieren. 下面一个表达, Recept freie medicamente, 表示非处方药。 对应的短语就有处方药, 我们就可以说, Recept freie medicamente, OK, 那么另外一个短语, 开处方, 这个应该也是初级阶段看病学过的啊, 那么再复习一下, 可以说, Ein Recept ausstellen, 开一个处方单, 开处方。 OK, 那么学完这些基础的单词之后呢, 文章当中, 还会出现一些个别非常复杂的术语, 这些单词呢, 不需要大家去背下来, 但是呢, 我们看到, 还是要有一个印象啊, 要了解一下, Zum Beispiel, The Cahn Ersatz, 我们知道, Ezitz und Ersatz, 有这种替换, 替补, 补上的这种意思, 所以呢, 这个表示, 是什么, 猜一下, Cahn, 牙齿, 所以是香牙齿, 补牙, The Kiefer Orthopädie, 表示颗骨脚型手术, 太专业了, 不需要记住, Next, Der Eigme Mediziner, 我们知道, 医生呢, 除了用Arzt, 还可以用Mediziner, 表示全科医生, Der Facharzt, 对应的就有专科医生, 下面一个缩写单词, Asta, 全称, Eigmeine Studentenausschuss, 表示大学学生会, 另外一种医生, Der Notarzt, 也要认识, 表示急诊医生, 最后一个单词, Die Rubrik, 这个单词特制, Zeitung, 报纸当中的一些栏目, 专栏, 这个才叫Rubrik, 举个例子, 看一个句子, In der Tageszeitung unter der Rubrik, blah blah blah, kannst du die Adressen der Apotheken finden? 这句话可以理解吧, 在日报的哪个哪个栏目下, 你可以找到关于药房地址, 的一些信息, 所以记住, 我们可以用在什么栏目下, 可以用Untr der Rubrik, 就像打电话找到某人, 我们用哪个号码, 可以用Untr der Telefonnummer, kann ich dich erreichen? 我可以找到你, 也是用Untr, 好的, 那么以上这些单词呢, 就是文章当中会出现的一些表达, 很多单词呢, 前半部分, 都是需要同学们去熟记, 要认识的, 但是后半部分的一些小的专业的术语呢, 大家只要看到, 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就可以了, 不需要主动的能够说出来的这种, OK, 花一点点时间, 把这部分的单词记下来的话, 还是要简单的, 可以读一遍, 朗读一下, 记一下, OK, 非常好, 好了, 那么单词部分熟悉了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 《阅读理解》部分, 翻到书本这一页, 我们来看一下, 阅读理解要完成的题目是, 又看到又是一个 《Überschrift》的题目, 对吧? 请浏览文章, 并且给文章的每一段落, 选择一个关键词, 作为它的标题, OK,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题目呢, 难度其实加大了, 为什么呢? 我们有七个段落, R-Biscuit, 但是呢, 我们每个段落对应的都是三选一, 那么意味着这里面有一些混淆的单词, 混淆的假标题, 需要大家去排除, 这些选项当中呢, 有个别单词比较难, 所以呢, 这里Claudia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 审一下这些选择题, 关于UpschnittR, 有三个选项, R-Lightstone, 注意了, 这个单词应该要认识, 我们之前在TextR当中也提到了, 对于Lightstone, 不再是指学生的成绩, 说Lightstone, 这边呢, 是指的医保公司为病人, 参保人所提供的服务, 它其实表示这种Service, Dienstlightstone, B, Die gesetzlichen Krankenkassen, 法定医保公司, C, Kosten für Arzneien, 药品的费用, Next, AbschnittB, 对应的三个选项, A, Fachärzte, 我们刚刚讲过了, 表示专科医生, B, Fachgebiete, 专业领域, C, Friye Arztware, 自由选择医生, 选择医生的自由, 对吧, AbschnittC, 三个选项, A, Universitätsklinik, 大学医院, B, Kosten, 费用, C, Krankenhäuse, 医院, 没有问题, AbschnittD, 三个选择, A, Dreint et sich Behandlung, 紧急医疗, 紧急治疗, B, 这个单词认识了吗, Ambulance, 是指什么, 对, 门诊部, C, Tagestheitung, 讲的是日报吗, 下面一段, AbschnittE, 三个选项, A, Krankenwagen, 救护车, B, autobahn, Termot出来一个高速公路, C, Nordkopfnummer, 112, 急救电话, 112, 下面一段, AbschnittF, 三个选择, A, Drogerien, 这个单词要认识一下, 我们之前讲Apotheker, 也是指药房, 但是呢, Apotheker是指, 需要评医生处方, 才能取药的药房, 这个叫Apotheker, 那么Drogerie, 它指的是, 不需要评处方的, 可以取药的药房, 这个叫Drogerie, OK, 那么选项B, 就认识了Apotheken, 需要处方的药房, C, Recept, 处方, 显然AbschnittF, 这一段呢, 要大家判断的, 是跟一些处方药房相关的信息, 待会仔细的看一下, 最后一段, AbschnittG, A, Nordienst der Apotheken, 药房的紧急服务, B, Adressen, 地址, C, Taggistseitung, 日报, OK, 那么题目当中的选项, 每一个选项都认识了之后呢, 给大家一点时间, 仔细的来阅读一下这篇文章, 把每一段的标题, 仔细的选出来, 那么这篇文章呢, 只要大家 überfreigen, 略读就可以了, 不需要逐句逐句的每个单词, 这样非常累的去看, 大致的浏览一下, 选出标题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下面还有预奔词外, 是需要大家去找细节, 仔细阅读的, OK, 好, 请同学们完成预奔案, 怎么样都选出来了吗, 有没有哪几道题目有点没把握呢, 不太确定呢, 好的, 那么先给同学们一点时间, 可以对照一下答案啊, 看你每一段的标题, 是不是都找对了, OK, 那么做完预奔一之后, 先不给大家讲解, 我们先来看, 还有一道阅读理解题, 问答题, 需要大家完成, 预奔二, 请把文章再读一遍, 并且完成下面问题的回答, 还是给大家一点时间, 先自己审题, 看看问答题题目, 能不能看懂, 好的, 我们把题目部分简单的过一下, 看看句子有没有问题, 啊, welche Leistung bieten, 人们怎么才能找到, 一个好的医生呢, C, wer übernimmt die Kosten, wenn man in ein Krankenhaus angewiesen wird, 这个答案应应该认识了, in ein Krankenhaus angewiesen, 当人们住院的时候, 谁来承担费用呢, 谁来承担住院费呢, 人们怎么才能找到, 急诊医生呢, 在哪里可以获得处方药, F, wo kann man in der Nachtmedikamente holen, 在晚上哪里可以取药呢, OK, sehr gut, 那么这些问答题, 其实题目本身句子并不是特别难理解, 好的, 那么下面呢, 就交给你来完成这个任务了, 请再仔细的阅读一下这篇文章, 要做的是一个selectivist lesen, 选择性阅读啊, 找细节, 请完成übom zwei, 怎么样都做好了吗, 题目是不是都有答案了呢, 有没有在书上划出一定的text的Steler, 如果懒得写下这些文字, 好, 可以简单的对照一下给出的参考答案, 先简单的检查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篇文章, 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那么文章的第一句非常的短, 只有一句话, 就算是整篇文章的一个一概念, 一个简单的引言部分, 那么这篇文章还是关于医疗保险的一些信息会比较复杂, 比较专业一些, 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呢, Claudia还是会带着大家简单的一起来翻译一下, OK, 那么这一句表示的是, 从2009年1月1日起, 每个在德国生活的人都必须要上医疗保险, 要么是法定的, 要么是私人的医疗保险, 好, 这一句当中只要记住一个表达, 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学过的反身用法, 自己看见悉心, 表示为自己上医疗保险。 从正文部分, Upschnitt R开始呢, 我们要简映一下刚刚自己的标题, 有没有选对, 根据什么关键词选出来的这个标题, 要有依据的, 不是乱选的。 那么第一段, Upschnitt R, 刚刚选出来对应的标题, 应该是, Dexisting Krankenkassen, 这一段介绍的是法定的公立的医疗保险, ыш 诚 优优优独播剧场—— 好,来简单地看一下这一段 法定医疗保险公司会支付医疗以及牙科治疗 包括药物、住院以及诸多的一些治疗性的或者预防性的措施的费用 这句话当中注意一个结构,非常简单 为什么支付费用 往下,但是参保人自己呢,需要分摊药品以及一些其他款项的基础费用 这是参保人自己要付的费用 这里注意我们刚刚讲过的词汇部分 分摊什么 前提是,如果他们没有免除额外费用的话 只有香牙以及颗骨绞型手术以及眼镜的费用呢,是不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的 那么这部分的费用是需要自己付的 好,这里面呢,另外一个动词啊,用的 承担什么费用 同样这个段隙也要记住 好的,那么这是第一段 第一段主要讲的还是法定医疗保险公司 哪部分费用是医保公司来承担 哪部分费用是病人自己来承担的 那么从这段当中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简单的概括一下 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 第一方面我们知道了医保公司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呢 总而言之,他们提供的服务呢 主要是承担一些费用 我们可以说 分成四个方面 所以总结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医疗保险公司会为我们支付一些 基本的医疗啊 或者压科治疗啊 基本的一些药物的费用 或者一些基本的住院费 以及一些其他的这种预防性的治疗性的措施 所以总而言之呢 第一点 其实我们可以概括一下 投保的最大的好处 就是一些普遍的基本的费用 药物的也好 治疗的也好 其实医保公司都会为我们承担这笔费用 OK,那么这是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呢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刚刚所回答的第一道题目 这部分的信息呢 其实就是题目A的答案 自己可以看一下 那么第二方面 问题就是 哪些费用是需要病人 参考人自己承担的呢 从这一段当中 我们也可以提取一些信息 看一下 参考人自己所需要支付的款项 包括两方面 1stens Basisbetrag 是需要你自己去支付的 所以通过第一段看下来呢 我们其实可以总结一下 德国的医疗保险是什么样子的呢 总的来说呢 德国的医保公司 它会为你承担一些普通的医疗费 那么根据不同的情况 可能会有部分的药物费用 需要病人自己来承担 那么剩下的像一些 我们可以说是一些特殊的治疗 像这种牙齿不好啦 或者我想整个容啊 配个眼镜啊 那么这部分费用肯定是需要你自己来分担的 OK 那么这是 Abschnitt A 我们来看下面一段 Abschnitt B 这段讲的是 Fachärzte 专科医生 刚刚选对了没有 neben den allgemeinmedizinern gibt es Fachärzte zum Beispiel Augenärzte Hautärzte etc meistens müssen sie einen Termin vereinbaren bei akuten Schmerzen muss man sie aber sofort oder wenigstens am selben Tag behandeln Namen und Tathessen der Ärzte sind im Branchentelefonbuch nach Fachgebieten geordnert sie haben das Hechte der freien Arzt war bevor sie jedoch zu einem beliebig Arzt gehen sollten sie sich jemanden empfehlen lassen wenn sie noch nicht viele Leute in Deutschland kennen können sie sich an den Arzt oder das Akademische Auslandsamt wenden 除了全科医生之外 还有专科医生 比如说包括 牙医啊 皮肤科医生 等等 通常呢 您需要预约时间 在遇到一些 急性病痛的情况下呢 人们必须马上 或者至少在当天 对您进行治疗 注意是 man behind the Z 对您进行治疗 医生的名字和地址呢 已经在一些 行业电话簿当中 按照专业领域 排列好了 按照这个顺序 并且您有权 自由选择医生 在您去任意 一个医生那里 就诊之前 您可以让别人 给您推荐一下 推荐一下医生 注意这里的 sich empfehlen lassen 跟我们刚刚前面的 这个 sich behandeln lassen 非常的像啊 结构是一样的 让别人给我推荐 如果您在德国 认识的人 还不是特别多 那么怎么办呢 您可以向大学学生会 或者学校的外事办求助 sich an jemanden wenden 向谁求助 好的 那么这是第二段 介绍的是专科医生 怎么样去找到医生 所以这一段 告诉我们的第二点信息 punkt 2 我们可以来概括一下 讲的是 人们怎么才能找到 一位好的医生呢 途径有哪些 总结一下 有三种途径 我可以让别人给我推荐一名医生 对不对 第二点 可以自己到行业电话簿里面 去翻去找 然后给他打电话 对吧 可以向大学学生会 或者向外事办求助 去问别人 OK 那么这一部分的关键信息呢 概括出来的 其实也是我们刚刚 第二道问答题B 它的答案 非常好 接着 Abs线 C 这段对应的标题是 病房子 介绍德国的医院 医院 有己 struggles 어서 terLS 医院 遇到美国医院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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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n Sie in ein Krankenhaus eingewiesen werden, übernimmt die Krankenkasse die Kosten Allerdings müssen Sie sich während der ersten 28 Tage mit einem geringen Tagessatz an den Kosten beteiligen 来看,德国的医院有哪些? 德国有国立医院,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 几乎在每所大学城里都会有一个大学医院 在这里你也可以接受门诊治疗 当您在一家医院住院的时候,保险公司会承担医疗费用 但是您必须在前28天内去分摊支付掉一笔较低的每日诊疗费 好,这里又出现了 sich beteiligen mit,应该要非常熟悉了 好,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的信息,第三点信息,punkt 3 wer übernimmt die Kosten, wenn man in ein Krankenhaus eingewiesen wird 住院的时候,谁来承担住院费呢? 我们知道是 die Krankenkasse,还是医疗保险公司 OK,那么这也是我们刚刚的题目C 好,下面一段, Abschnitt D 对我们的标题是 《Trennt ärztliche Behandlung》 请记医疗关于急诊医生的这一段 如果您的 1992或这一段予处选择 请您的医疗保险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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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 text医疗保险庆幸福 可以转聘 funnel 如果您的医疗保险庆幸福 请您的医疗保险庆幸福 请您选择庆幸福 提供庆幸福 如果您身份训庆幸福 的庆幸福 如果您在夜晚或者周末的时候需要紧急医疗 您可以去看医院门诊部 或者打电话呼叫急诊医生 医生的地址呢 您可以在日报的医疗急救专栏下面找到 或者您可以随意拨打一位任何一位医生的电话 在电话应答装置上呢 您可以知道急诊医生的电话号码 这一段应该不是特别难理解 这一段告诉我们的是关于急诊医生 我们知道了第四点信息 怎么才能找到一名急诊医生呢 有两种途径 简单概括一下 可以自己到日报的专栏下面去找 可以随便拨打一位医生 然后再去听他的这个自动应答的一些信息 OK 那么这是我们刚刚前面做过的问答题 对应的答案 下面一段 对应的标题呢 这一段向我们介绍的应该是 Telefonnummer 112 在德国范围内 甚至在欧洲一些国家范围内 都可以通用的急救电话112 记住这个号码 112是属于区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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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这句话跟第一句是一样的嘛 通过112急救电话呢 你可以找到调度中心Lightsteller 它会根据紧急情况向相关的机构报警 预警 比如说向警察局 向救护队 或者向消防局报警 这个号码在全欧洲都是免费通用的 而且可以通过移动电话呢 在许多欧洲之外的国家还是可以使用的 好 通过这一段呢 我们获得了第五点信息 Information 5 总结一下 关于Nordhof Nummer 112 112 急救电话112 我们知道哪些信息呢 分成三点 哪三点呢 可以通过移动电话呢 在许多欧洲之外的国家也是可以使用的 OK OK 所以呢 出去欧洲的时候啊 一定要记住这个112这个号码 OK 继续 这一段 Abschnitt F 在这里您最多只能找到 咳嗽糖浆或者一些其他 效用比较低的药物 药品也分为两种 分为非处方药和处方药 后者您只能凭借 医生给您开具的处方 来获得 在德国呢药品法是相当 严格的 OK那么这一段当中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两个关键的 名词啊也就是要区别 Apotheker这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你要认识另外一种药房叫 Drogerie 非处方的药房 好从这一段当中 我们获得了第六点信息 我们知道了 Wo bekommt man Rexept Flechtige Medicamente 在哪里可以获得 处方药呢 非常简单 In Apotheken Sehr gut 下面呢我们看文章的 最后一段了 AbschnittG 对应的标题是 Notdienst der Apotheken 要方的经级服务 要方的经级服务 紧急服务 Gede zu allen Tages und Nachtzeiten 又有白天又有晚上 我们理解为全天嘛 全天后的服务 在特别小的乡镇里呢 你可能必须要开车 去最近的地方 才能找到急救药店 急诊药房的地址呢 同样可以在日报的 药店紧急服务的专栏下面 你可以找到 以及在每个药店的门口呢 也有相应的信息 至于最后一句话 怎么理解呢 这边有一定的信息 被省略了 这句话的结构应该是 Die Adressen stehen blablabla und die Adressen stehen an jede Apotheker 补充完整的话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怎么理解呢 因为在德国的话 会有这样的急救药房 在晚上你也可以买药的 但是呢 万一某一家 这个急救药房关门了 你可以在他的门口 看到最近的一家急救药房 他到底在哪里 你可以前往去那个地方买药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OK 好 那么从这一段当中呢 我们获得了第七点信息 概括一下 我们知道了 Wo kann man in der Nacht Medicamenter holen 在哪里 晚上也是可以取药的 正确的答案 in Apotheken im Nordenst 在一些急诊药房 急救药房 好的 那么这点信息呢 对应到我们刚刚的题目 F 看看自己有没有找到 正确的答案哦 OK 那么这篇文章呢 我们基本上到这里 就讲解完了 看看自己有没有多理解 还有没有问题 好 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啊 其实刚刚可能已经解决掉了 再来看一下 Also Über drei Worauf beziehen sich die vorgenwörter im Text? 再来看一下 刚刚有没有看懂啊 有没有注意到 下面这两个单词 在文章当中 指代什么呢 我们已经到 Bayings阶段了 同学们在看文章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明确 很多句子当中 它的代词 指的是前面的哪一部分 或者某个关系代词 指代前面的哪一部分 那么很多的文章当中 很多的句子当中 Claudia会给大家 去问这样的问题 让大家来回答 或者告诉大家 这样的指示代词 它指代什么 所以这种代词的理解能力 还是大家的一个 基本的阅读能力 OK 我们看到 abschnittf also zeile 30 undzeile 31 看到这两行当中 这的 hier und letztere 分别指代什么呢 自己再找一下 确定一下 对了 非常简单 对不对 hier bedeutet in den drogerien 究竟 指代前面的 不需要处方的 这个药房 berletzter bedeutet hier except philistige medicamente 后者呢 指的就是 需要凭处方 才能获得的药物 OK 那么这两个代词 应该都难倒不了大家 好的 那么今天这篇文章呢 我们基本上 就分析到这里 关于文章后面呢 其实还有一部分的 Wordschatz 语本 词汇练习呢 Claudia在今天这节课上 就不给大家做 具体的讲解了 希望同学们在课后 可以自己花一点时间 可以提前去预习一下 可以去把它完成 趁着我们今天 刚刚把这篇文章讲完 那么词汇部分呢 老规矩 Claudia还是会放在 最后的test的部分 最后一课当中 给大家做一个 仔细的讲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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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